去川西一定一定不要跟团 因为好的风景往往都在路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国庆期间我跟朋友一起自驾去川西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还蚝牛耶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被好的风景收买 剩下的全是好心情 那么川西的风景到底什么样呢 我们现在快速用几张照片来预告一下 因为国庆我们只剩下最后三天的假期 所以我们沿着川西的小环线行走 一共经历了三天 第一天我们是从成都开始出发的 一路向西从平原到山脉 成都到新都桥呢 一共是有334.6公里 第一站我们到达了康定 没错就是你们所熟悉的歌曲 康定情歌 那个属于情歌故里的地方 我们去了康定县城的南无寺 这座寺庙和西藏的寺庙 一样呢都信仰藏传佛教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藏式建筑 随风起舞的金帆和穿着袈裟的喇嘛 我们在康定县城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就开始继续出发 康定县离新都桥还有76.7公里 途中我们经过的这座雪山呢叫泽多山 海拔有4298米 是康巴第一关 当天晚上我们到达新都桥 我们到达新都桥的时候呢 太阳都下山了 所以错过了黄金落日 晚上我们入住了新都桥的酒店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 7点钟就出发了 因为我们想要拍摄早上的日出 新都桥地处高原河谷地带 平均海拔为3460米 我们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河谷 拍下这组照片 下一个目的地 墨石公园 前一秒还在大山怀抱中的我们 现在仿佛在异域星球 置身在另一个世界 门票是60公里 观光车20 墨石公园的浏览顺序是从山顶一路逛到山脚 所以是比较轻松的 离开了墨石公园呢 我们前往此次的最后一个景点 也是这趟旅途最美的地方 四姑酿山 从墨石公园到四姑酿山呢 一共有200多公里 途中的熊猫大道 因为泥石流 进行公路管制了 所以呢 我们晚上过不去 就在丹巴县休息 第三天一早 我们就沿着熊猫大道 一路前往四姑酿山 当时的天气阴天带着一点茫茫小雨 高远的天气总是多变 四姑酿山是对这片景区的一个统称 最出名的就是双桥沟 孩子沟 长平沟 这三个景点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 出于综合考虑 我们选择了双桥沟 因为双桥沟开发相对完善 对于第一次来 穿西的我们相对轻松 双桥沟的门票 加观光车 一共是160 真的强烈推荐你们来看 如果想要拍多一点美美的照片 甚至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双桥沟的公交车 会把我们从山脚一路送到终点 沿途车上有讲解地貌和历史 不用担心感受不到的风景 因为每一个景点都可以畅快地游玩 双桥沟是我们这次行程 最最出篇的地方 真的很漂亮 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 穿西的大美 每个不同的季节和地貌 都能够感受到 这个公路旁边呢 有一间小木屋 非常的应景 小木屋 牦牛 非常的美好 山谷里流淌着一条河 河里的水是山上 雪山融化的雪 非常的清澈 离开这里 我们就要前往成都 在返程途中 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雾 能见度不足五米 加上当时又进入傍晚 如果天黑我们还走不过这条弯路 到了晚上就会更加危险 所以我们开车非常非常的慢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才走出大雾 所以后面要去穿西的朋友 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 如果你们还对穿西旅行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